今天全市中小幼各个学段已经全部实现静校 学生居家在线学习 都已经在物理上把每一个孩子安全的隔离在家 同步继续开展线上的教学 市级课程资源持续供给 初高三在线答疑今天也重新启动 第二是各在京高校含高职的整体的工作安排 一是全面停止春季学期的学生返校工作 各高校要根据学校的实际研究调整学校的方案 抓紧做出工作部署 这个部署我们要求是一对一点对点的通知到近期即将返校的学生 原计划近期即将返校的学生 按照北京市防控工作的要求不返校 还没有启动返校工作的学校 要立即启动不返校工作的预案 要动态的实时的做调整 学校可以通过线上办理远程服务等方式 做好毕业生的毕业和离校的工作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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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